看清朝题材的影视剧,总听到地方上有总督、巡抚、提督、布正史等官职,这些官职有什么区别呢? 先说说巡抚,是一个省的最高长官,从二品,又称府台,类似于今天的省委书记。 布正史,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,也是从二品,更像今天的省长。 布正史在清朝又称翻台,提督,则是纯粹的君职,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, 但是提督统帅的是汉人的陆营军,清朝真正依靠的还是满洲八旗军,驻扎在全国交通要道, 他们的长官称为驻房将军,相当于今天的集团军军长。 最后说一下总督,总督是地方上最高级别的军政长官,管一个省到三个省,今天没有类似的官职。 新中国建国初期,有大区书记,像华北局、东北局,这个和清朝的总督有点像, 总督本身是正二品官,但是一般都会加险,达到一品,拿到今天,至少是中央委员的级别。 清朝总共设立过九大总督,你知道哪个总督的权威最重吗?